美轮美奂的厕所设计不仅充满艺术感 还把属于在地的故事透过公共空间来呈现 有在地产业联务也有儿爸爸的绘本故事 带出养儿人家的辛苦 甚至有互动小游戏以及社区历史的知识及产业特色等 这让临边乡人和国小的厕所 摇身一变最有艺术与文化的厕所 甚至一举夺下全台老旧厕所改建的既有奖项 它的设计好像一楼的话是听见太阳 小朋友可以在这边看到 因为太阳运行的关系有24个节气 那它也可以用互动的传声筒的游戏 觉得上厕所很有趣这样子 那二楼的话是真情苦福聊 我们也有出了一本真情苦福聊 那墙壁上就有腌咸菜的过程 让小朋友在上厕所的时候可以欣赏美学 也可以学到在地的一些知识跟产业 以绘本故事为出发点设计 孩子们在上厕所的过程中不仅干净舒适 还能学东西 并且认识临边乡的文化历史 无形中也能培养其艺术涵养 我们学校都用附近的一些建筑或者是一些日常会看到的东西 把它改装成厕所装饰可以让我们学习 厕所又装潢了一次让我了解了林边的产物有很多 所以上厕所可以学习知识 艺术与人文 这些厕所呢 刻画着我那个年代五六十年代林边乡的各种产业 也刻画着林边乡的人文 也刻画着林边乡的故事 可是它却拥有最现代化的创意的建筑 所以呢 我发现人和的孩子他们上厕所可以学知识 上厕所也充满乐趣 上厕所也可以涵养他们的艺术的涵养 所以呢 这个厕所不愧是全国得奖的美感艺术厕所 所以呢 当时厕所完工的时候 我们也带着全校的师生一起进行厕所美学宣言 希望每个孩子爱惜这一份美 也爱惜我们林边乡的故事 然后国小校长校称自己是这里毕业的学生 以往对学校厕所的刻板印象就是老旧不堪 路径不仅焕然异新 更成为全台最美的厕所之一 予有荣烟 期盼未来能结合装饰 进入更多游戏互动及产业故事 让孩子上厕所也能学习 并且充满乐趣 记住不听张志豪 裁缝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